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海南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 我从事沙画已经有十六七年了 沙画在我们中国的宋朝就有 我们宋朝有一个成语叫画笛交词 讲的就是欧阳修的母亲 教欧阳修在沙地里进行创作 这其实也是沙画艺术的一个雏形 现代沙画它是结合声光电 以沙为木 以手为笔 但是我们会经过录制制作 再配合音乐 它有着表演性欣赏性 还有互动感 我的作品主要分为军女生活 祖国的经济发展 还有就是我们海南的风情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做这个二四节气的时候 我会很刻意地去留意身边的花草 树木 植被 包括云朵的颜色 这些都是慢下来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体验 我的这些作品呢 在新媒体平台被广泛传播 也被外交部发言人和驻各国大使们推荐转发 能够为大家认可呢 其实很振奋也很感动 同时对沙画艺术的创作方向有了更多的思考 当时做的第一部沙画MV就是 《想在海口安家》 也是当时彩色沙画的一个探索 在海外相有自己的家 这里有海风 这里有兰花 亲爱的爸爸妈妈 来海口团聚吧 比如说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撒的动作 撒完以后呢 台面上的沙子啊 它就会有一种朦朦胧胧的 这样一个雾状的感觉 它会给人一种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一个感觉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从中间给它擦开 擦开这里呢 鱼塘里面的两条鱼 所以一下子就从冬天转换到了夏天 在录制的过程中呢 我们还要选择沙子 是用粗的沙子来表现山川 石头房屋 然后用细的沙子去体现 比如说活物水面等等 我的父亲是一名美术教师 我的爷爷呢也会画画 所以呢 我从小啊就想成为一个画家 在2003年 我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 是动画专业 2004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做一个不一样的动画片 当时是很想尝试不同的材质 既有传统的又有不同的机理 不同的美感的材质 带着这样一个念头 我那段时间经常在长江边写声 发现其实沙子就是很好的一个材质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弗兰克库克先生 在韩国首尔动漫艺术节开幕式上的一个表演 非常的有心意 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启发 我就从这个时候呢 开始搜集了大量的沙子 用我们动画的透度台 灯光台来进行探索 探索的过程很艰辛 包括沙子一遍一遍尝试的时候 都会忘了自己的手已经磨破了皮 我是2010年进部队 当时是在文团做专职沙画师 我有9年的军旅生涯 在这期间呢 我从部队转业到了海南师范大学 从事教师职业 海南公益教育基地呢 其实我还在部队的时候就开设了 我们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 进行沙画的公益教学 这些孩子每次他都会给你感动 你们再来一次会非常好 然后眼睛 眼睛可以用眼纱 有一次我在那里教他们画画 有个孩子用自己的手在沙画台上写一个 老师加油 你很美 而我当时觉得你的所有的努力 他们都能看见 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是不是 在2020年的时候 考了武汉理工大学 人工智能与沙画方向的博士 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呢 还是在一个深度学习和机器 进行绘制这样一个阶段 机器做辅助 然后我们的艺术家是成为一个主导 这样一个创作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有人开始做 与人工智能这一块的机械手臂 去做这个机器学习 将沙画应用到快速的生成 将这个作品进行高效的一个完成 我未来呢 会用这个人工智能 然后来进行人机协同的一个沙画表演 这样会更加有科技感 交互感 与其说是我选择了沙画 还不如说是沙画选择了我 沙子虽小 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世界 沙画呢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 她陪伴我 给我快乐 给我启发 也给我精彩 再来 来 这下你 这个人工智能